这个国家和咱们的联系有多紧密 这昨天晚上刚落地 我不是没整到SIM卡没网络吗 所以今天白天我出门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先把SIM卡给搞定了 结果一到这儿 赫然是个中文大字出现在眼前 直接给我干懵了 中国移动 够狠吧 和国内一样 进入大厅要先排号 然后等着叫 到我了之后呢 贵玩都没问我要办啥业务 也没问我从哪来 直接就开始介绍了 我估计他们应该是经常碰到国内 都懂得起 搬卡的整个过程除了要用护照 而不是用身份证以外 其他都和国内一模一样 并且1100卢比18个G的网络 我觉得完全能接受 那么现在我就把卡办了 我去电话终于游网了 昨天晚上一直等到现在 终于游网了 游网了之后 我就感觉瞬间和司机又恢复了联系 走路都带疯了 唉 这该死的安全看啊